各位嘉賓、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 中原案揭中原地產上南全新案揭有位記者會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出席的嘉賓 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建號地產集團投資部經理鄭志榮先生 中原案揭董事總經理黃美鳳小姐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 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先生 上南現在的成中焦點 以下的時間就事不宜遲 我們就交時間給K&K的通列 麻煩Tony 大家好 各位傳媒朋友好 喜歡的朋友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出席 上南Sky High全新案揭優惠的記者會 上南Sky High由上星期三開放示範單位 上載樓書直到我們出第一號架單 第二號架單一直都傳承熱切期待 由第一號架單50個推出的單位 實用面積由265至290呎 全數單位截實價是538.07萬元或以下 當中架單所列出最低 折實售價是3樓B的單位 實用面積是265呎 扣除最高的16%折扣優惠 單位的折實價只是450.1800 450萬10800元 折實的實用面積赤價是16988 16988元 一號架單推出之後 就成為成中熱話 有見及指 我們在昨天已經推出了第二張架單 接及的單位是13個 全部都是一房的標準單位 大部分的單位都是屬於中高層 而他們的景觀也是非常之開揚 翠綠山景 單位的實用面積也是由265呎到290呎 接實售價是由514.61萬元起 至到569.27萬元 第二號架單 列出最低 折實售價的單位是3樓G的單位 實用面積是265呎 扣除最高16%折扣優惠 單位的折實售價是514.61萬元 514.61萬元 反應熱烈 我們亦有機會在短期內 會公佈我們的銷售安排 如果反應熱烈的話 我們會考慮再推出新的價單去應市 有關上南Sky High的全新按揭計劃 不如我交給中原按揭部 王小姐和大家分享 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好 首先要多謝法治山健康地產 Tomy先 今天中原按揭會公佈提供一個全新的按揭優惠 給常南的買家 名為最低適低首期的按揭優惠 全期的按揭會低至HIGHB加1.3厘 今天的一個月拆息就是跌到0.077厘 即是說實際按揭會低至1.38厘 如果給大家一個小套點 大家就低至1.377厘 當中買家方面可以申請的按揭乘數 是高達9成的 即是說買家可以透過一個高乘數的按揭 可以低至1成的首期就可以輕鬆上匯 計劃亦都會提供一個很理想的現金回賺 會高達貸付額的1.2% 另外還會送多一個高存息戶口 即是寄送給客戶 存息和按揭是一樣 即是說客人放平時的一些儲蓄資金 在戶口就可以進一步 以高存息收入抵消那個按揭的支出 即是再省息一些 剛才提到今天一個月拆息 是已經跌到0.077厘 要留意這個數字 其實是創了今年的新低之外 亦都是創了11年以來 一個月拆息的新低 即是說買家很少位 實際的按揭 如果今天的計劃這樣計 都是說1.380厘 其實要看回這個按揭 其實比起今年年初 大概平均1.46厘 再低了 亦都可以看回 如果以去年按揭的高位2.5厘 其實原來這個按揭已經跌穿了1厘 變了其實我們見到買家方面 其實它的每月公款 那個利息部分 其實比起去年來計 按揭的支出已經減少了45% 所以可想而知 其實今年 每月公款的利息部分 大幅減少 是推動樓市向好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也都見到 現時來說 市場上用H-ON的用家 是高達97% 所以我們很有信心 今次推出這個 這麼優惠的H-ON計劃 給上南的買家 應該會很適合上南的買家 也會很受歡迎 謝謝各位 謝謝Ivy 以下的時間就有請中原地產 Louis 跟我們講解 最新的市況 有請Louis 謝謝 首先 謝謝建浩 Tony 以及Ivy 幫忙 聽到Ivy 今天的市場的銀行跡率 大家都很清楚 近期為什麼樓市這麼輕 在2021年 上半年 其實大家都很熱 說買樓了買樓 但是下半年會怎麼走呢 其實看起來都是非常輕旺的 給你們一點點歷史 如果我們CCL 大家還有一句說話 就是中原城市指數 什麼時候才破頂 其實新界西只欠0.1%就破頂了 就是說如果新界西要升多0.1% 所以樓價已經創出香港歷史新高 不過我很相信 在這兩個星期裏面 分界西是首先會穿越的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的高位就是2019年6月的香港樓價 集中很多優勢 其實可以這麼說 這次上南是天時地利人和 都齊了 天時就是近期的銀行息率 客人的心態 尤其是中小型那些 就是一千萬以下 那類物業 是非常受追捧的 其實我們在中原城市指數裡面 CCL西銀馬的升幅是優於大指的 今年屯門區 就是上半年有1,795宗成交 那個consideration就去到108億 這個小數位我也很難讀 108億 上升了27% 可以這麼說 在林鄭Pan的大同都很重要 而且近期市場 白居宜 也是香港的恆上化 有五千個已經推出市場 而白居宜屯門元朗區 很多居屋 我們的交易都非常熱切 而且在緬地街之後 很多朋友都買得起 但是那幾千戶的業主 賣了樓之後 他都在香港賣樓 其實這次上南 也是他們的很好的 換樓的機會 所以我相信這次 剛才Tony也說過 又加推又加推 我希望這個機會 再加推 那盤就全部一青袋了 我估計 這個月內 用這個月內來成為 上南應該可以一青袋 視乎發展商再不再加推 現在有63間 銷程也有保證 我們都檢查到 市場 我想加加上 都四五百飛 應該來說 它已經超過應購近 八九倍了 那都很開心 這次 趁著傳媒朋友的來臨 好 恭喜 恭喜 謝謝 希望終完這次 也做創出最好的成績 好 謝謝各位嘉賓 以下下來的時間 就是傳媒Q&A的時間 傳媒朋友 有沒有什麼提問呢 傳媒朋友 有什麼提問呢 對不起 聽不到 今天沒有加推 今天就 就是我們會 有進一步消息 我們會公佈的了 都很快會公佈 如果再加推 特色單位 會不會你們考慮 我們沒有特色單位 全部都是 一房的標準單位 但是會不會說 那一層座 或者那個間隔上 會不會有些 會不會有些 特別的適合 我們全部都是 一房的單位 對 至於樓層方面 任何未推的單位 我們都有機會加推 無論是中層 高層還是低層 這次有沒有說 最快幾次賣樓 我們預計最快 這個星期內 會賣樓 即是賣樓前 可以暫時 暫時未能夠公佈 暫時未能夠公佈 但是賣一賣關子 也都 我們很快就會有 進一步消息 再跟大家說 這兩天會出 短期內 短期內 非常短期內 但是為什麼昨天 只能夠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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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條例上 我們最少要推一成 我們推 推價單的部分 跟我們 自己的銷售計劃 都有關 我們暫時覺得 第二張價單 這個數目是合適的 我們都見到 其實市場的反應 是非常熱烈的 但是 我們想再看多一點 我們在下一步 我們會再推出更多單位 鳳哥有提問 因為有加價的可能 所以可能我回答一下 我們不排除我們有加價的空間 有加價的空間 是的 因為市場反應確實非常熱烈 之前的單位 我們也有說 老師也有說 其實我們是用一個優惠價 超凡心動價推出 所以是有一個加價的空間 我們是用一個優惠價的空間 我們是用一個優惠性化的空間 所以我們是用一個優惠É 暫時未能公佈 暫時未能公佈 但是如果有一個加價空間 最盡的話 你會覺得 最盡的話 最盡嗎 這個問題 真的是 那一個財務部 會不會可以公佈 其實在加價的時候 我們也要跟老闆 跟公司去溝通 因為 好老實講 每一間公司 我們的策略都不一樣 而我們的公司 亦都沒有說一定要賺到盡 就是沒有一個這樣的策略 我們 是否說現在會被壓制了 其實剛剛都說到 不知道猜不猜中 四百多、五百 是否會被壓制了 以此來說 你見到不撤quota 即是說 適合所有上纜的單位和買家 但你覺得那個策略和他們的零件 是不是這個水平是 還有下條的空間 下條的空間都已經很微 因為你也看到 其實都已經11年新低 其實今天講的案跡 再講都是10年新低 我們見到 其實一個月策息的低位 大概挨近0.05至0.06 所以你見到 跟現在0.077來都很相近 我們估計其實積市再跌 空間都是很少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歷史低位類的 差不多都是 大家都是以一個超低息的水平去供樓 但是按照根據 如果這個收入更低的話 銀行都對那個 我看見那個取貸可能太多 因為可能真的沒有用力 這樣就要做 所以我完全進行走 那我完全進行走 因為這個量度會否是 都會維持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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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會不會說 其實那個 很深刻的招勤 都已經收入了 就是那個同業 或者其他方的招勤 因為上年其實如果比起現在 那個經濟環境是轉了很多 亦都反彈得很快 其實如果這樣計算 其實最差的時間已經過了 明顯過了 所以其實反而要看看 會不會有其他的因素 例如可能接計年尾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今年的貸款增長 相當理想導致到有小部分的銀行 那個quota的關係 這個就要之後再看的 但是暫時來說 我們見到反而 銀行那個現時來說 那個流氓取貸是相當積極之餘 審批方面是完全回復正常的 之前可能因為上年受到疫情關係 可能有些行業 在審批方面會保守些 但是現時來說 基本上銀行的取貸 都是以實際收到那個入息證明文件為準的 傳媒朋友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的記者會就暫告一段落 再次多謝各位嘉賓和傳媒朋友出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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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